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那在今天呢 介紹開始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去Seven拿的包裹 來跟大家做個開箱 那這個是里悠跟張誠 他們創立的GOOP這個品牌 在最近出了一款軍庫 那我覺得還滿帥的 我們先來開箱吧 啊 可是這樣開到覺得很爽 開包裹真的 開包 開包就是什麼 噔噔 他們家的東西我是第一次買的 然後還有一個 簡單的防塵袋 然後上面寫著 菇屁 OK 打開吧 這就是主角 他們這次的軍庫呢 是選用美軍的P44的軍庫去做改良 加上口袋的部分重新設計 不僅好看之外呢 我覺得更加貼近現在的使用習慣 那因為他是預購 所以據我所知 他的官網上預購已經賣完了 如果你們想要買的話呢 你們可以到這邊 這是他們的經銷商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庫存 我自己是買1號 那我覺得如果你們身高 也跟我一樣是168的話 我覺得1號應該差不多就OK了 今天就稍微簡單的跟大家做個開箱 然後稍微介紹一下 那詳細的部分 我會在之後 下一部或是下下部影片 再跟大家仔細做講解 好接下來呢 就是今天的主題 夏季增高速 那之前在穿搭這檔是EP2的時候呢 有跟大家分享過我的矮個增高速 那我覺得它算是冬天的版本 但你知道身為矮子是非常可憐的 不管春夏秋冬 我們都為了讓自己看起來稍微高一點點 哪怕是0.5公分都要斤斤計較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夏天常用 然後讓自己看起來可以不要那麼矮小的技巧 希望可以對你們帶來一點點的幫助 OK那廢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呢 就是西上褲 短褲呢算是男生在夏天裡面 最常穿的東西之一 那你就會發現為什麼有些人穿起來 欸腿還是蠻長的 有些人就變成是好像科技犬一樣 腿短短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就是因為褲長 通常如果你褲長的位置是在膝蓋下緣的話 那有很大的可能性 可以把你的腿長給截掉 那如果你身高沒有很矮啦 還蠻高的話 那影響可能不明顯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比較偏矮的話 那影響就很大了 所以我的建議是 如果你想要讓腿看起來長一點的話 你可以選擇褲長在膝蓋上緣的褲子 萬一如果你找不到剛剛好長度的話 你可以用捲褲感的方式 來達成一樣的目的 當你的膝蓋露出來之後啊 你的腿部比例就會有效的被拉長 那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小隻囉 我知道蠻多男生可能不太敢嘗試西上褲 覺得露出膝蓋就像是女生走光一樣 就是偏害羞這樣 一開始其實我也是這樣 但是相信我 你嘗試過之後 他帶來的效果 你絕對會愛上你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長襪 蠻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長襪會讓腿部比例變短 但是其實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啊 是長度剛好的長襪呢 不但可以修飾你的腿部比例 讓腿部拉長 也可以讓你的整體穿搭造型啊 變得更完整 怎樣是長度剛好的長襪呢 我們就要先來講解一下 我們小腿的肌肉構造 小腿肌肉主要有兩塊 肥腸肌跟筆木魚肌 那肥腸肌呢 就是俗稱的小腿肌 而筆木魚肌 則是下面比較長的這塊肌肉 比較這樣嗎 這個很難啦 讓我看一下 所以我覺得長度剛好的長襪呢 大概位置就是落在筆木魚肌 跟肥腸肌的交界處 這樣子穿起來比例最為剛好 如果襪子長度到了肥腸肌的位置 甚至是超過一半的話 你的腿部比例則看起來會沒那麼好 至於詳細的原因呢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的猜測是 發達的筆木魚肌 可以讓你的腿看起來變得比較細長 那這也是為什麼很多NBA球型 他明明腿超有力 可是卻非常的細 就是因為他們的筆木魚肌超猛 所以我覺得長度剛好的長襪呢 可以幫你把你的筆木魚肌的位置 明顯的定義出來 然後讓你的腿看起來可以比較長 不過以上呢只是我的猜測 萬一有任何錯啊 或是不對的地方 你們想更正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讓我長知識 再來最後一個技巧呢 就是跟冬天一樣的 銅色調 如果冬天是穿長褲 現在穿的是短褲 所以呢你的長襪或是襪子的選擇 顏色上呢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搭配上你可以選擇 上半身淺色 下半身包含襪子皆為深色 又或是上半身加褲子為深色 襪子或鞋子為淺色 簡單來說呢就是將身體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然後較多的部分呢顏色一樣 所以呢切記不要擺上衣 黑褲子 然後又白襪子 黑鞋子 因為這樣啊你會被切成一塊一塊的 然後我們本身就已經不高 又或是比例不太好了 這樣的搭法呢 反而會讓這些缺點更被凸顯 所以你看喔 以上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矮個增高素夏季版 那當然每個人喜歡的方法啊 跟穿搭風格都不太一樣 我今天講的這些方法啊 是我喜歡常用的 萬一跟你的穿搭理念或是風格 有抵觸的話呢 你也可以聽聽就好 畢竟穿搭嘛 由自己的風格 開心 最重要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IG 那我任意問的話呢 也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囉 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進去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